接下来新闻先带您看到近期托育中心不当管教案频传 那么家长想要调阅监视器确实困难重重 为了让家长可以安心托育 桃圆市公托中心实施监管云 目前是已经有安装了40家还有9家在建制当中 预计年底将会全数上监管云 建构更安全的托育环境 近期新北市高雄市发生的托育不当管教案 让托育安全问题再度引起关注 为了让家长能够更放心托育 桃圆市实施监管云 目前已将40家公托中心安装完毕 还有9家正在建制中 预计将于年底前全数安装完毕 为了维护本市幼儿送托的权利 所以我们在今年已经建制将 我们影音资料上传到我们的云端备份系统 也会持续配合中央的政策 只要中央修法通过 施力的托育中心也要上云 我们就配合这样子的政策来推动 托育中心监制监管云将监视画面 及录音异地备份至云端系统 并保留30天 必要时透过监视画面 保障家长及托育中心双方权益 确实政府透过政府来做监管云的部分 我会觉得更加安心 因为孩子如果真的 不管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希望看的就是事实 所以如果有透过有政府 这边又有一个监管云的机制 我觉得那个真实度 或是说家长会更安心的可以送托 富有局同时呼吁 托育中心应该加强自我管控 落实监管专责人员管理 保障托育安全 让孩子健康成长 家长放心 稳住 闭病